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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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机考它出成绩的时间特别短 大概三到四天就可以拿到成绩了 然后就是机考的考位非常的灵活 你大概提前几天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 每周都有很多的考位 第三点就是机考的口笔式地点在同一个地点 所以省去了交通距离等因素 而且这边的服务体验非常的棒 我对我的机考成绩还挺满意的 我觉得机考对提高考试分数有一定帮助 首先我们现在大多人都使用电子移动设备 所以使用电脑答题对我们提高答题效率有很高的帮助 其次就是这也避免了我们手写自己潦草或者不美观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在考完之后三天左右拿到的成绩 考完之后我还待了几天再回国的 British Council和IDP我都有考过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IDP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武汉参加过IDP的名校展会 然后在展会上面我见到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当时我还在IDP的展会做志愿者 其次就是我觉得IDP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 而且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我曾经在IDP报名雅思的支付系统遇到问题 然后有发邮件给IDP的工作人员 然后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和反馈 在考试之余 我也有去泰国曼谷附近的一些知名景点 比如大皇宫 四面佛 还有三头神像博物馆等等 然后考试完之后 我们还去了王全免税店 还有森丑百货 买了很多的呼呼品 还有一些当地的美食 我不得不说 这里的海鲜味道非常棒 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和街边美食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去尝试一下泰式按摩 我非常愿意推荐中国的考生来这边参加机考 不过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就是同学们可以尽早的订考位 机票酒店 这样的话 留下的时间也会非常的充裕 第二点就是如果在网上报名或者是考试之前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通过email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联系IDP的工作人员 这样你的问题也会得到尽快的解决 第三点就是不管怎么样 实力永远是最关键的 因为只有做好了充足的考试准备 这样大家才能考出一个满意的成绩 谢谢大家